開始 FU-18 2S 具備了超生拉提刀 和熱力素兩大功能 當儀器沒有使用過之前 我們首先要加上一個沉浸水 是為了讓熱力素的手柄所需要的 大約就是加一瓶的純菌水就可以了 就這樣就這樣 天啊 我們的筆真可憐 這個船就是那麼一丁丁點的嗎 對 那我拿那個刮的沒有刮 刮的那個在比刀了 可以 啟動一次機拳 我們首先要把用的發射器 連接上手柄 現在我用的是4.5 把它這樣插到手柄上 打開電源開關 輸入密碼6個0 現在我們選擇是超生拉的操作 首先我們要在臉上畫出要進行護理的一個區域 避開顴骨最高點 避開顴骨最高點 在嘴角大約放一個手指的位置 跨向我們第一個的一個護理區域 然後根據我們尺寸的一個尺寸 總共是有三個區域 這是一個全骨 這個位置是不難操作的 我們也要在太陽穴那個位置 把它標示出來 是這個為什麼 我按過去有點麻麻的酸的 我沒有 女理 是吧 OK 好 太陽穴 外头的中间也是不能操作 不可以操作 这样我们已经画上了一个操作的区域了 确定护理的位置 设定我们要操作的强度 按启动键 我们要在护理的部位 可以均匀的抹上银胶 一定要保证操作时候有足够的银胶 这一个位置相当来说是比较敏感的 所以我们设定的强度就不能太大 好,现在开始操作 然后好操作 手柄完之后紧贴在皮肤上 可以吗? 慢慢慢慢的一行一行的往上边移动 看起来 从 üç边当天不开 看起来 不停 这就是 这就是 因为 我说 因为 你好 到了我们一个肌肉比较多的部分之后了 我们可以增加我们的一个强度 可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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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操作的时候每一个区域基本上都要打30发以上 现在这个第一个区域护理进行完了 接下来我们选择第二个区域 我们用着用這個夺口 因为总盔央在一起 最好的鱼里面 它的问题是 完成的 锂肉 很 crisis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我们建议4.5的发射区域 只是在脸颊这三个区域来进行操作 其他部位再选用3.0 开始 4.5发射器的护理我们进行完了 那现在我要用的是3.0 那先把4.5的发射器取出 我们取出的时候 手拉着这个往上提 完之后这样顺利拿出来就可以了 把3.0的发射器连接上手笔 开始 现在我们用3.0进行护理 重新选择护理的一个区域 设定输出强度 3.0的操作跟4.5发射器 是一样的 也是必须在每一个区域打上30发以上 现在我们进行眼部 护理 我们先要轻轻地涂上银胶 小心不要把银胶 进入到眼睛里面 用3.0的发射器 那操作时候呢 我们是由上而往下移动的 如果你表一下 眼周呢我们分三个 分三段 每段呢大约打三到四方 加起来就是大约十二方了 ac级丼 现在进行的是颈部的护理 我们在这里画上五个区域 但中间这个区域是不能操作的 我们要复理进行的是这两边 这两个区域 我们做颈部护理的时候 也是选用3.0发射器 调节的强度来要根据客人所承受的 现在进行的是热力素操作 在护理之前 我们首先要测量一下 护理部位的脂肪厚度 这是一个 我们测的时候 尺子这条线要一致 然后要看一下这里 假如我们是用1.3cm的一个发射器的话 它的脂肪厚度必须要超过25mm 我们根据测量的脂肪厚度来选择发射器 现在选用的是1.3cm的发射器 看从这里 我们先在护理的部位 所以现在我们在腹部 先点上一个 我们先点上做一些标志 我们把这些点全部连成线 就会呈现出一个个我们要做护理时候的一个个区域了 一个个方格 这个方格的大小刚刚好跟我们的发射器的工作头是一样的 卷到操作界面 这个界面呢 它是这个是一个满格的一个呈现 把这个满格的话呢 打满是576个点 这里呢是一个能量强度的一个调节 可以通过这些按键来进行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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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护理部位均匀的抹上银胶 我们在护理部位均匀的抹上银胶 启动仪器 现在选择的是满格 我们操作的时候要把仪器的正面朝向客人的脸部这样的一个方向 然后按一下手柄上的这个按键 仪器开始操作 我们操作的时候双手紧摸这个手柄 然后把它紧贴皮肤 当我们满格的部位打完之后 我们会根据实际情况 会有一些边角的一些区域的 那我们怎么样操作呢 首先把它调回到这个选择的界面 按暂停键 回到操作界面 根据实际的一个部位来选择 当我们选择好之后 回到选择界面 启动 回到操作界面 好现在我们 像刚才我选择的 现在在这里打 手柄上的这个按键是喷水 当我们的皮肤 银胶有点干的时候 或者是我们需要清洁的时候 可以通过这个喷水功能 按一下这个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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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